昨天大法官釋憲出來之後 當然站在政府的立場 當然對於平衡兩性的人權這個部分 其實當然政府絕對是樂觀看待 那當然對於同婚違憲相關的修法的問題 本質上後續是由行政院陳美玲秘書長 會跟帶領法務部和內政部一起來 當然我們也是站在最小衝擊最大共識的前提 朝向這個角度來修法 就內政部的角度而言 當然我們未來在相關的 不管是戶籍法的婚姻登記或相關的統計表單 相關的執法裡面 原則上當然我們還是會朝向保障同婚的人權 那當然也要兼顧這個家庭制度的維繫 這都是內政部必須要兼顧這個平衡的角度 那同時我們也已經初步的盤點 我們大概有300個統計表單 裡面會涉及到不管是夫妻 或者是父母生長男長女 就是這個夫妻相關的這些統計表單 大概有300件 我們大概都會足以審視 然後在後續立法完成之後 我們會盡速的把這些必要的表單做調整 我想未來無論是透過修專法 或者是只修民法這個部分 內政部當然都是全力配合中央政府的整體的政策理念 那即使是立專法 我們相信民法必要的修訂還是要搭配 所以說民法的修訂是必然要發生 那只是說它是用全部靠民法來修 還是靠搭配的專法 這個部分當然最後行政院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定調 請問issy行政院會選擇 給他進化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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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